欢迎收听陛下官,今天是陛下官的第71期,大家好,我是竹子 大家好,我是古村 大家好,我是超人 陛下官是IPN播客网络旗下一档讨论艺术史话题的播客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bhia官全拼.com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除此之外,陛下官每期节目也会在喜马拉雅、网易云、云音乐、励志FM等收听平台上同步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官的会员,每月5美元,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贯彻到底 进入更深更远的历史现场,直面古无真迹,体位于古人神接的异曲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请访问bhia官.com-member 我们也支持直接通过支付宝付费入会,年付人民币340元 您可以将款项打入支付宝账号bhia官at163.com 同时不要忘记住民想要用来接收会员通讯的邮箱 我们现在三个人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这些北京是不是特别热 对,其实我特别怀念前就是5月初的那个北京 那个是就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 就是你一再就是初夏的那个感觉 一个是就是花草比较茂盛 然后书药也比较浓密了 然后就是天也热起来的 但是呢,你一到书药底下就很凉爽 就是那是我对北京最好的 那那个这么好的天气,严主让你勾联想 这期我们聊些什么呢? 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北京王府 我刚才说的感觉其实是我之前就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不是去各种园林吗 然后也去公王府 就是这些必去的地方参观 也大概是五六月份的时候 就也是这种就是我说的 我对北京的特别好的那个感觉 就外面阳光明媚,蓝天白云 然后树荫那种绿荫杂地 就浓荫密布的 然后花花草草 就是无论是气味上 对,还有点干燥的那个气息 就是我对北京夏天初夏的那个印象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就感觉特别 就是心里感觉特别爽,特别舒服 嗯,对 那个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竹子刚才讲的 特别生动啊 这个描绘了这个老北京的一种一种一种氛围 虽然这个已经不是老北京了 咱们这个这个老北京离我们就很远了 而且我们现在不仅要建设北京 还要建设这个新的这个二北京 其实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个咱们知道这个老北京 这个很多比较胡同受拆迁啊 城墙被拆掉啊 这个前不久我还给一个另外一个专栏 写了一些文章关于这个 这个人家因为讲到这个雄安新区的建设 又想起了这个这个 这个梁思成先生当时要建这个 对就是这个首都应该建造这个 这个老北京以外 当然这个等于是很晚了以后 大概试过了60年才想起这么个事 那么这60年里面这个老北京被这个 这个破坏的比较多 其中有一就是大家讲到的很多就在讲一些 比如说胡同啊四合院啊什么的 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被忽略的一个元素 老北京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刚才竹子讲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王府 这个实际上也是应该是老北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破坏不止60年吧 是吧 对 这个当然是不止 从1911年开始算起 对对 这里面就有一个严格啊 咱们这个简单的我来这个阐述一下 就是北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的北京 当然是讲这个明清的北京城啊 因为元代的北京跟他还有点距离 那么明清北京的明代北京 明代北京是没有什么王府的 虽然大家说哎 不有个王府景 说是这个明代好像留下来的一个名称 这个我这有点存疑 因为明代的分封制度是翻封 他这个封了王以后都是要到外地去的 没有人在城里 就在北京城里面建王府称王啊 什么这方面的 但是呢 我也有一个存疑在里面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崇祯 崇祯那时候没做皇帝以前 他当的是姓王 那时候他是在北京城里居住的 他没有封到外地去 那想必崇祯那时候 在北京城里面 因为他也不是住在故宫里 想必可能北京那时候 崇祯也应该有王府 但这个呢就不太可考了 这个是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说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北京的王府 主要是清代 因为清代跟明代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出于任何理由 清代是把所有的王都放在北京 没有一个住在外地的 全都是住在北京 据说也是好控制好监视 另外也还 越来越多是吧 清代的跟明代实际上还是不一样 明代后来是真是这个王子王孙太多了 清代好像不是那么多 就是不像明代那样弄的 你知道明代有一个什么地方 一个王 最多生了生了八十多个儿子 二十多个 这个就是乾隆都比 匡系都比不了 他因为没事 因为他这个明代那个制度就是封了王以后 你啥事都不许干 你就成年就圈在这个王府里面待着 哪都不许去都 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那些人无聊 就就就就就生孩子玩 清代稍微不一样 清代那些就是王啊 他是可以 可以这个 世袭是吧 就是一个世袭 世袭这是另外 就他那些王是可以参与到国家公 国家管理上 就是说清代那些清王什么 不都是当什么军机大臣啊 什么什么这些 明代是从来没有一个可以这么做的 这是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一个区别 所以清代那些王什么的 他基本也都在北京城 另外呢 小注意一下呢 清代呢 他那些贵族呢 分了有十几 十几等 但最主要的是 比方是清王 完了是郡王 郡王下面呢 有满足的两个称呼 一个是贝勒 一个是贝子 完了再下面就是什么 凤国将军 府国将军 那就比较多了 就不管他了 他呢 凤王军刚才那个超人刚才讲的 基本上他都是一种 他是递减的 就说你这一辈封清王 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功绩的话 你下一辈就递减到郡王 再下一辈就递减到贝 那长子也是吗 也递减 只有铁帽子王不递减 那就是说铁帽子王 只有铁帽子王 递减完了最后这些人 也都算那黄袋子吧 对 但他就出去了 他就没有资格住在 对 但他就是这样的话 就这样的话就保证 就是不像明代那样 就是后来就繁衍出很多很多的 这个吃国家的这个 俸禄的人 因为他只有铁帽子王是世袭网替的 就这里面有个词叫世袭网替 就是说你这个里面就家族里面那老大 老大永远是可以接替你们家那个祖先的那个比方亲王啊 或者亲王那个爵位 因为清初的时候不有八家铁帽子王吗 后来后来陆陆续续 后来又增加什么的 反正就这些都是铁帽子王实际上就是跟世袭网替 应该是一个概念 就是你们家那个大头永远是可以承袭这个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的话 其他你想康熙那时候生了二十多个儿子 再多少个儿子 那都是亲王 那到后来不亲王就就就满世界都是 后来不是的 他们就有些就是都都 呃我看了一个统计 当然我也不是记得出处在哪 都有亲一代大概在北京只见了大概八十多个王府 对 是的 总共 总共就这么多 就你想想看 这个八十多个王府 那是不是还得把什么公主府贝勒府都算上有八十多 呃公主府是另外 他还有什么杯子府 贝勒府什么 那那那那可能和更多 可能是就 因为你想封亲王不是所有的这个皇皇帝的儿子都能封亲王 有的皇帝的儿子也就封个贝勒什么就完了 就是连郡王都不一定封得到 就亲王一般都是要有一些大的这个背景 或者你立了功了以后 或者怎么样 才能封那个亲王 就是说呃 我这么大这简单的把这个王府的这个 过一下就我们主要讲的是清代的王府 因为什么讲的清代的王府呢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跟北京清代的北京城的格局有一些关系 就是到了清代以后北京城的格局实际上是一种 因为现在的话说一种呃叫民族隔离制度 这个词民族隔离制度 就是说就说那个内城是就现在的原来的都原来东城跟西城这范围住的都是这个满洲人 完了外城就原来宣武跟崇门的这个范围住的是汉人 所以北京的这个王府基本都集中在这个内城 就是你如果谁说哎 谁说什么宣武区有一王府 那肯定就是胡说八道了 不可能那那宣武区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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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的贵族什么住的 这相反都是什么李鸿章啊 什么这些人都住的这个这个这个宣武区 譬如谭思同那时候考什么流洋会馆什么的 那都在宣武区 季晓兰 哎对啊季威季晓兰对对对那都在那都在外城都在这个前门以外的这些地方居住 对宣武跟崇门嘛 对吧也是超人你老家吧 对我是崇门的 你崇门啊 对因为因为咱们三里面就你是实际上是老北京 我跟盐竹都算是外来户 我来的就更吧 没有北城的记忆 因为这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王府在1911年之后消失 然后这个满城就对等于就对汉人开放 那时候就开放了 对那时候开放了 完了还有那个现在当然有有有有 但是这个没落贵族们也都继续住在 因为这个这个优待清室条例 就这些没落的王爷们也都继续住在北城 这里面我再给你 我在我在纠正你一点 是这样的 其实清朝就是说就是龙玉太后就是宣布这个就是那个退位以前 这个王府啊是属于国有财产 不是每个王的自己的财产 就说对的 如果你如果你那个什么 你比方你们家被犯了事被被剥掘夺掘了 或者你们家要往往就是递减到别的爵位了 你这个王府就得腾出来 这是国家等于有那时候也有一个像国务院事务官 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样的这个机构来管理这些东西 就内务府嘛 对 对对 就是没产权实际上 对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 对 后来呢到了那个清朝不满清就退位了吗 退位以后那时候龙玉太后就说 哎呀那咱们这样了 从现在开始谁家住的就归谁了 那时候他们才拥有了对这个王府的这个产权 完了后来 产权 对有产权 有产权以后呢 完了这各家王府境况不一样 但大概其他到了二三十年代 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王府还住在原来的府邸里了 卖干净了 这个都卖干净了 因为因为他这个大手大脚嘛 这个这个本来就就就就 花惯了 对 完了一下子没钱了就都就都卖干净了 卖干净以后有几个王府 现在在这个原址上都盖了就很有名 最有名的就是就是东丹协和医院 那个就是原来那个玉亲王府 对对 对吧 玉亲王府 是吧 说是什么 那时候还谣传说是花了多少十万大洋 多少大洋卖 说是后来人家说是那个这个协和 结果挖地基挖出了他们以前的什么藏的什么银子 多少多少钱 这都是谣传啊 不知道真的假的 没法否认 但是他那个基址就原来那个王府的那个基址 又盖了 对 所以说玉王府 其实剩的就是门口那两个大狮子 那是原来的 对对对 因为对对 这个这也挺多的 一个玉王府对吧 还一个就是那个 就石叉海那边那个就是 是载贝 载贝勒府吧 应该是就是 现在变成了就是原来和了府人大学 在那盖了一个校园的那个地 对 光复边上哈 光复西边一点 对对对 好像叫 府人大学 到韬贝勒 韬贝勒 对对对 是载韬 载韬 对 韬贝勒府 他后来都是卖了嘛 这个 其实这个 这个 咱们这前面讲的都是些这个 知识储备啊 这个 有些 因为好多东西 其实 这些知识 其实在那个网顿中查得到 这个 当然讲到这个 其实那个 我讲的那个东西还要 忘了补充一点 王府的第一波的迫害 就是破坏 我说错了 破坏实际上是庚子事变 就在 对 庚子事变是 清末的时候就已经 因为那时候八国联军 那时候就是把那个东郊名相 那一块地方不都给圈起来 其实那地方好多是 王府所在地 包括好像我 对吧 那个是公安部 还有什么的 那个里面还有 还有些这个房子 对 那个我进去过 你进去过是吧 那我忘了是哪个王府 好像你外面都能看见 有些那个 就是那些房子 对 从那个正一路能看见 正一路是那个公安部的东门 能看见那个王府的顶 房顶什么 里边除了那个王府 还有一整体搬迁的 应该是医院吧 教会医院 是吧 那是个什么王府 我有点忘了 大家可以查一查 那时候其实好多王府 都是在那个部位 讲到那个王府了 就有一个王府 现在当然 现在后来变成喇嘛庙了 就是咱们也知道 在那个南池子里 东河宫 不是 南池 那个就是 就普都寺 就多 对普都寺 就多尔滚的那个 对 那个挺有历史 那个地方原来是这个南内 就是明代是 那时候囚禁那个谁 把那个殷宗 不是土木之意 放回来以后 就被那个井台地 关在那了 关在那个南内 完了那个地方严格 当然是 到了 到了清初的时候 就变成了那个多尔滚 那王府 后来多尔滚 不是后来又犯事了 后来又被抄家什么 陆施 后来那个 那个府邸 后来就变成个喇嘛庙 后来现在不是 普都寺 现在清理出来一部分 对 就是还是 那还是现在 塑了一个特丑的多尔滚像 对 是吧 反正这个 这也是原来的 这个王府的 这个位置 就是说 他这个 其实那个地区 密布挺多王府 像东郊明相什么的 后来 后来因为这个八国联军嘛 因为还有些 就是因为那些王爷 有的是参与到了 这个义和团的 这个事里面 有一个王爷 不是把那义和团 那坛口 射到自己家里去了吗 对 那个大师兄 二师兄在那做法 后来那你想 这八国联军 进来还能饶得了你 后来那王府 好像就都会彻底 给这个 给平了 反正就是这样 就这是第一波王府 后来到了二十年代 王府完了 被这个卖了以后 有的就像刚才讲的 改成学校了呀 改成医院了呀 改成什么了 那段祺瑞府 原来也是 也是改的 对吧 对对 就段祺瑞政府 也是 对 也是一个王府 改的 和亲王府 对 那一六 张自中路上一六 还有好几个 还有什么 对 和静公主府 也在那个地方 对 对 他除了王府 还有公主府 公主府实际上就是 就是驸马府 对 就是 对吧 对 除外还有这个 还有些非满族的一些王府 就像什么 僧哥林庆的 对 僧王府 对 还有些什么蒙古贵族 就对 主要是蒙古人 蒙古贵族的一些 一些 一些王府在北京 就陆陆续续吧 反而有这么 零零碎碎的 几十 就王府就几十个 再加上还有那些什么 贝子府 贝勒府 什么更 更多了 那个 我忘了是哪 我看 在东城 就是那个慈禧的 这个弟弟吧 好像还是谁 他有一个 有一个府 还剩一点 好像是 在那个东城去 一个 一个什么部份 咱们后来不是 那个北京白鸡老 或者什么 东城富 东贵西富是吧 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 对吧 东贵 东贵西建 南平北复 东贵西建 南平北复 OK 这个我估计可能 我不知道是讲的是 民国时候的事 还是讲的是 满清时候的事 这个 他说西建 是因为西 西边有那个西之门 那些太监 退役之后住的地儿 是这个道理 对 那么这个 就是这些王府 我觉得这个 咱们 刚才这个铺垫了这么多的 这个王府的这个知识 这个 从这个 另外从这个 建筑上来讲 实际上就 非常这个 坦率的讲了 这个王府 在这个建筑上 他是非常 僵化的 他因为他是 完全是按照那套 那个 就那套那个理 就等级制度的城市来 比方说 那大门 亲王的大门 就是五间 完了 是五间三起门 就是 就是五间的一个门 然后中间三个是门 旁边两间是 是 是 是屋子 比方正殿 叫银安殿 必须是七间的一个歇山 而且不能用重沿 这 他就完全是一套 就是非常 就是 严格的 标准化 标准化 对 比方用什么瓦 用什么颜色 哪个用流利 多高 所以 都基本上就是 其实有点这个雷同 就每个王府 实际上差别不是很大 有些差别呢 往往都在于什么 比方花园啊 比方 因为不是所有王府 都有花园的 就只有几个王府 他有这个权利 比方说可以引来水 可以有花园 比方说公亲王府 可以有花园 比方原来纯亲王府 可以有花园 这个都是有等级的 不是说 也不是说所有的王府 都有花园 有些王府 他就是 就一大排四合院 像房子是一个 一进一进的 比方好几路 这样的这个情况 所以 我们讲 就是说 从建设来我们讲些要讲些有特色的 对吧 这个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竹子 因为你若干年前 你也做过这个王府的这个选题 我想你肯定同意 我就在北京 最有特色的 有历史的 现在也比较可以 这个大家可以参观 或者那肯定是首推 公王府 对啊 其实我第一次进公王府的时候 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是我 我那次来 除了就是情景 大概是 九 九一年 九二年 九一年 这么早啊 就是我上大学之前 然后来北京 就是 那你好早 但是 我第一次的感觉 我觉得这地方好俗气啊 就是 太受不了了 然后那个 就每个人 什么升官发财 什么多福多寿 就对我来说 这不是一个 我想象中的 像王府花园的 对对对 对 这不是一个王府 应该想的事 就感觉特别奇怪 因为当时 为什么选了他呢 是因为 我那个时候感觉 那个 就对王府 没有特别清晰的概念 可是大概知道 他是四合院里 最好的那个意思 所以去了 不你那时候 去的公王府 可能还只能是 后面那个花园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我就感觉 就是 就是乱七八糟的 人又特别多 对第一次 对公王府的印象 不是很好 然后在 那时候人就特别多了 对 然后我有一个 很清晰的印象 是那个 就是那个讲解 因为我特别愿意 那个时候就会遛边 就特别愿意听人讲 结果哪个团听 听起来都很没劲 就都是 就觉得这个是个特俗气 所以我第一次 对公王府印象不好 但我对石沙海的印象 特别好 后来就 那后来怎么 怎么个原因 后来让你改观了呢 就是因为做这个选题 后来就去了 公王府无数次 然后一个是 停台的故事 一个是 那个时候也开放了 就你越走 刚才不说你说 这个京城的这个 这个王公府地 只有八十多座吗 实际上我去做 调查的时候 就说只有 二十几座了 然后呢 再一巴拉巴拉 能看的呢 其实就不到十个 然后能够 就越来越觉得 公王府的可贵 没有一处能像 这样完整的 前面的建筑 后面的花园 然后很完整的呈现 包括它的一些建筑 细节都有保留 然后基本都按原样 虽然它清理的过程 是很很艰难吧 经过了很长时间 但是就是 这个是唯一完整的 你知道去别的地方 你有的时候就只能从 比如说刚才说的 圣王府 那简直就惨不忍睹 就是大杂院 你根本就看不出 什么几近 这个意思 最后我们终于在 门口的 一排一排的 电表的间隙 看到了非常美的 那个雕 就苗花 就是它要在 门上做那个装饰 就那么一点点 然后细看 还有点砖雕 就是你就特别心酸 你就反过来再想 哎呀 就别人 我的朋友现在再来 我还得推荐 你得去公王府 因为别的地方 要么就进不去 要么就已经面目全非 就是真是 那个时候去走 你看资料的时候说 哎呦 经过好几条胡同 比如像国想胡同 那边 特别大的一个场面 去了以后呢 就是大杂院 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 这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已经被部长啊 什么机关啊 就分成宿舍啊 这种 这样子 说你还是搞不清楚 这个到底原来是怎么走的 这个规制啊 门在哪啊 什么就 就基本我觉得能够看的 其实就是公王府 是最完整的 然后花园比较好的 可能就是现在宋庆林孤居 就纯王府的北斧 哎对对对 这么就是园林的意思都很完整 就觉得特别 就就所以一方面觉得真是沧桑 另一方面觉得公王府很可贵 对讲到公王府不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跟那个就是 播了那个和珅的那个故事以后 公王府的知名度又大升了不少 因为公王府的确全身 全身是和珅的这个故居嘛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 也是等于历史上又加了分了 对 所以让我其实很郁闷的是 我第一次听到他很俗气吧 然后我这十年 二十年再去就是在 在对差不多十多年去 就连讲解还是那个样子 就就就让我特生气 就很多人出来以后 也不知道公王是谁 就公亲王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 就还在和珅 大家以为是去逛了一遍和珅的府地 对对对 然后这个步步高升 还是那些就是多富多寿什么 就是这个讲解没有任何的变化 让我特别那个什么 当然现在公王府很好了 难道不是 因为公王府这个完全修缮完了以后 我没有去过 他难道没有里面有一个陈列 来讲一讲 比方公亲王一新和公王这个后人 这些他所有的这些 因为实际上公王府的历史 对啊 因为很重要是什么 其实公王没有几个 只有大概连大大小小 可能有两三代吧 可能三代人 对对对对 就三代人 对 但是里面有些东西很值得讲 一个就是说公王出了一个曾孙子 叫普如 对吧 普行渝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画家 对吧 这个是一个值得非常值得可全可点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那时候去公王府 你知道那时候 我也是应该是90 可能90年代跟你差不多时间 那时候还有一个流传 你没讲的 就是那时候说公王府是大官员的原型 你还听说过这个故事啊 我听说过呀 对啊 不是还有人做 是周汝昌写过和就是去考证 是有这种说他是大官员的这个出行 对什么出行什么的 但是我反而去的时候我觉得哟大官员好不大吗 因为那个因为你叫公王府那花园 其实没有太大吗 对吧 我想那林黛玉啊什么都住的 那怎么住得下那么多人呢 这一个一个人都有一个一个地方 那当然这是雏形 而且那时候也比较小 那时候去你想我估计也是大学前后 这个这个时候可能反正这个 因为公王府花园的确是在北京 是算开放的比较早的 好像应该是80年代就开放 80年代 对对对 是 对80年代就开放了 对 但其实公王府是比较能有说的 因为当然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他前身是这个和珅 因为这个主要是 因为这个这个戏说和珅的这个故事多了 但他的确 但是现在我认为他看到了 我们看到所有的建筑跟和珅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那个和珅他只是个大臣 他那个建筑变成王府以后 那公公亲王后来全部进行了改建了 因为他叫符合王府的这个这个等级 那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还是和珅 和珅那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 包括的清末的这个引进西洋的这些一些装饰风格 对啊他那个他那个花园的那个花园那个门不是属于那种有点西洋风格 那个专雕的那个门楼 对 就跟那个圆明园水法似的那样 对对对 对 那个这个 当然就讲的就简单的讲解 就公亲王这个是咸丰的弟弟对吧 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有二十多年 对四场吧 对啊 他就咸丰对吧 同治道光 同治光绪对吧 就这 他完了他死了以后呢 他这个就是说这里面有短暂的一个衔接 就是后来就是有个小宫亲王 小宫亲王就是那个普儒的哥叫普伟 对 普伟他完了那个 他的就是有点那种保皇党那种感觉 后来他把那个 其实就基本他给卖了 对他都给舍家这个赞助赞助革命去了 把这些东西 而且这个宫亲王府的这些东西呢 还的确还挺有点说头 因为宫亲王 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 流失海外的文物对吧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一部分呢 实际上是从 的确是从宫亲王府里面流出来的 而且这里面呢 还引出了一个故事呢 就是说他那时候搞过好几次拍卖会 请的是日本的一个大的一个古董商 叫那个山中商社 来这个山中定次郎这个人 他来这个组织的拍卖 他出了好多图录 就是卖那个 我想可能工那个公王府 后来复原可能还还参照了很多 这个当时的那个那个资料 拍的照片啊 或者那公王府那时候的 内部的城市是什么呀 对吧 就是说比如说那多福宣 在重建的时候 当时好多专家意见 就是说多贴符嘛 是吧 然后 然后还找到老照片了 对不对 对 就是孔老师他们说的嘛 孔贤星老师当时 他们就找到老照片 里边大概贴了现在这几个符字 就是都是按照老照片复原的 其实公王府的资料还是挺多的 只是就是我们去的那个时候 其实都还找不到这些老照片 就孔老师就跟我说说 他是被特聘过去 去做王府 就前面的那些建筑的一些 就等于是历史顾问吧 因为他原来是力博的嘛 他说公王府那个时候都没有资料室 就都没有这些资料 然后也没有 没有人去去找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他去了才现成立一个 就这种去寻找这个资料啊 去找一些老照片啊 去找以前和他所有有关的研究 然后才就作为求富的一个一个借鉴 是不是主的是不是包括那个 包括他那个公王府那主要的那个大殿 都是后来 后来对延安殿 延安殿是是复建的 对 也是通过这样的原样 他原来八家单位在里边待着呢 是 哎呦那个那个藤 这个是个就是 把他藤出来是一个特别 特别漫长的 藤了二十多年吧 藤了快三十年 藤退公王府三十年 是一个特别漫长的 但你知道吗 其实其实还是 其实这个藤队还是很明智 因为藤了那么长时间 你要现在藤队 更疼不出来 对更疼不起了 说有一个说要 像说有一个地方要疼 说没有十几个亿 根本疼不出来 因为当时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钱 但当时疼 就是公王府里边 疼一老干部也疼 给他六套房 才疼出来 凤凤凤凰采访过 具体都不能具名 但是就是凤凰采访的时候 就说给要求要六套房 在北京市内 才给疼出来 对 所以现在疼那些 那个那些王府 就是那些疼多以前的 不我这插了一句话 不前不久我看那新闻 说那个就是那个 北京好像想疼那个 黄石城的那个 前面那个南边 那个大杂院里的 那个那些东西 说好像预估 好像没个几亿 根本疼不出来 那些人 就那两排大杂院 对啊 那两个大杂院 还都是 好像还都是文物口的 这个家属院 故宫和一党馆 那糊涂这样 那是 是吧 反正人家说 特别匪夷所思 怎么这国家文物 国家重点文物宝物 咱们前面还有个大杂院 在那 也不能开放什么的 反正这就是 就腾退有多么的 这个不容易了 真的是不容易 当时是 是多方的 这个力量的 然后一个很漫长的 我们回来回来 那个再接着讲 他在文物流失的 刚才 刚才古村说 山中商社 然后他是 对 他是分了几次拍卖什么 对 他分了几次拍卖 因为那个 这些呢 就山中商社 他出了一些 就是拍卖图录嘛 这拍卖图录 现在都很 炙手可热 因为他拍卖 当然 但是他这个拍卖 大部分呢 是属于那种 陈设 就是那种什么 瓶瓶罐罐啊 什么家具啊 什么这些 这些东西就多嘛 因为这个 因为好像 就小公亲王 后来把这房子 都点给 点给别人了 就是整个房子 都点给什么教会啊 什么反正就这 这具体 我不是特别记得清楚 但这里面有些事情 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讲一个 今年咱们这个 在这个拍卖行 不是有一件挺 引人轰动的一个事 就日本一个博物馆 拿了一批这个 就是那个馆藏东西 跑到美国来拍卖嘛 就是有四件青铜器 不是拍了多少多少亿 另外还拍了六件书画 什么其中也包括什么 什么成龙的 什么那个五龙图啊 什么的 也挺挺高调的 其中有四件 四件东西 上面都印有 这个公亲王府的这个印 就是就说还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展览了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 一个一个清单 这清单就 但是很有意思 这边有很有意思 故事什么的 这个呢 清单的落款呢 是纯亲王府 挺多的 他是中华民国四年 中华民国四年 就是1915年吧 对吧 中华民国四年 2月22号 说纯亲王府管事 这个人叫张兵坊 这个人卖给了中山商社 一个单子 就是说有谁 有王勉的画 有赵孟府的图 有陈戎的六龙图 李公林的什么 还有还有这个什么 唐寒干的什么马 这个有六幅画 但这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这六幅画里面有四幅画呢 实际上上面盖的是 公亲王府的印 但卖的是由纯亲王府 卖出来的 这有人就知道 这里面就有很多故事 有人猜测 有可能是这个 说是这个公亲王 把这个画脱 纯亲王府卖 或者是或者这画 本来是公亲王府的 后来怎么又流传到 纯亲王府了 或者怎么样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这里面呢 就说揭露了一个 披露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有很多的 纯亲王府 我说错了 公亲王府的确有很多的 绘画收藏 这也是可以解释一个 为什么后来 这个公亲王府里面 出了普如这样一个大画家 因为普如 从小生长在公亲王府 他肯定 公亲王府有很多的 历代的绘画 所以他耳濡莫然 对吧 另外除了这以外 以前也讲过 就咱们讲到的这个 波士顿美术馆 曾经有过很有名的 两幅画 一个是赵吉的这个五色鹦鹉 这个竹子你还记得吧 咱们在记得 记得 对我们还用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成荣的九龙图 这个都是拿到 九龙图那年是在那个 拿到中国上海来展览过的 这两幅画是明确记载 是这个当初的这个 道光皇帝赏给他儿子 就是这个公亲王以兴的 就是那个是什么 是著名有序的 那么包括今年的这六幅画里面 都讲是 虽然他专家有考证说 比方说里面讲的这个 这个涵干的这个马姓图 这可能不一定是真迹 但不管怎么说 这几幅画都是 都是乾隆的那十区宝籍驻路过的 就原来都是那一幅的 后来通过 通过赏赐啊 完了给了公亲王 公亲王完了再再再 就说明就公亲王府 他是那时候 因为你也可以想象 这个公亲王 因为在那个 当那个就是什么 就军机大臣什么的 当了大概有二十年 就是在那个晚清的历史上 是非常有权势的一个人 所以他自然家里的这个家财 这个丰厚 对吧 他的王府的建设什么 包括他的收藏 还有一个要需要指出什么呢 就是说在庚子事变 咱们讲过那刚才讲的 庚子事变对北京王府 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摧残吗 好多王府都因为就稍微平地了 外国人占领 这个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 他们着力了保护了三家王府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公亲王府 因为知道这个公亲王 公亲王不还那时候 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叫鬼子溜 鬼子溜 就他那时候办那个洋务运动什么 他跟这个洋人 洋人走得比较近 关系算是比较好的 公亲王没去那个什么呀 没走啊 公亲王留在北京 对对 他得和谈 对对 他签那个北京条约 把他们家给抢了的话 那就完了 对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纯亲王府也没有受到破坏 因为因为知道纯亲王的 因为你想纯亲王那时候光绪还没死呢 纯亲王等于是光绪的儿子啊 光绪是纯亲王的儿子 我说错了 纯亲王的这个 这光 这纯亲王府也没有被破坏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王府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叫这个 这个庆庆王府 那个庆庆王一旷 一旷也是这个等于咸丰 那个道光的儿子 也是那个咸丰的兄弟 等于是那个一新的这个弟弟 一旷后来一直也是当那个府政大臣 一直当到这个满清杰措 基本上 对 当我溯仪的时候 溯仪给他很差的时候 对 因为那时候不是 为什么溯仪给他很差 是因为这里面还有 就是他跟袁世凯是一伙的 对 他劝这个退位的 主要是他 一个劝退位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溯仪的爹 就是小纯亲王那时候 不是因为光绪的事情 就是他不当了摄政王以后 就想杀袁世凯 后来袁世凯就走的这个 就一旷的这个门路 后来就是说什么 后来就就把袁世凯给 扁回老家去了 后来就没有 没有没有那个杀他 要不然就是袁世凯 可能就就命都不报 就是这一旷 一旷是一个大的一个 也是个大贪官 这个这个也家里很多的 因为一旷那时候地位 所以所以在庚子事变的时候 北京城里面 这三家王府就没有受到 这个八国联军的这个细节 所以他们的这个保存状况 跟他们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文物收藏什么 都受到破坏比较少 其他王府就 就比方向什么 宿王府 宿王府最惨 就啥也没有了 对 问题是宿王府本来在旅顺 还有一个有一个 那个俄式的三层楼吗 行功 对行功 因为他也在旅顺待了很久 我去的时候还有 就是也就是说都还到 零几年的时候 一 一年的时候应该还有 然后近几年 据说也拆了 因为他 他对 就是因为他是军产里边的 那也做过饭店 也占过空房子 还没有人 至少还没有人破坏的 我去的时候还只是一群野猫 是完全空的 然后再近两年听说也拆了 也拆了 因为那个宿王府就家里出了一个最有 家里出了一个最有名的 就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 是他们家出来的一个 好像是他的一个女儿 等于是他的一个 对 哥哥 是 14哥哥 对 川岛方子 所以宿亲王 因为他也 他这个 这个宿亲王 他就跟那个小宫亲王一样 就是那时候一天到晚就是搞这个 搞这个宝皇复辟 是 对 所以后来 所以这些人就是要么就是后代 就是要么因为这个败家 要么就是搞这个复辟活动 反正就后来把这些王府就都给 给给败家给 给给败掉 是 那咱们再讲回来这个 讲这个 这个 这个公公王府 那个因为现在好像在整个北京 好像公王府是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王府吧 对 因为只有他有这个对外开放的条件 然后也是因为他本来很早就被文化部收了 所以就已经 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要把他开放 所以能够现在一直到很完整 把他腾退啊 然后修复啊 把这些做完 也只有这一个 我不是说 其实我走了那么多能去的地方以后 别的地方都已经 就都已经分 要不就分分崩离析的 要么就是都是那种国家级大头 没法开放 李王府怎么开放 我顺着黄城根去了 好几次李王府 宗教局也没法开放 宗教局怎么开放 你也不能让人疼对 对 那个 那个就是 那些 但那 你刚才讲的那个李王府 跟这个 跟这个 这个 这个宗教局的这个 纯金王府 就是 那个还算是 还算是保护的 比较完整 保存下来 是的 你知道吗 尤其 尤其那个李王府 李王府还挺有意思 他是什么 你知道 他的原旨 就是原来明代的这个 崇祯的 就崇祯皇帝的这个岳父 周葵的家 很有历史 知道吗 就周葵 对对对 这里面还有故事的 就是后来那个崇祯不死了 后来他那个 几个太子 后来又躲到那个 周葵家 后来周葵 周葵后来那个 把这个 检举出来 就是把这个 后来把这个三个 三个这个崇祯的儿子 检举了以后 那个后来被李自成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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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俘虏了 后来李自成给带到 这个带到什么 三海关那边 后来 后来李自成兵败以后 这三太 三个王子就 就不知所终了 后来才引起了 后来一连串的什么 太子案 什么那个 又是什么 诸三太子复辟 什么这些 就那三个太子 那三个就 重振三个儿子 后来就躲到 这个周葵家里去 这是一个历史 就是就是 李王府 就是原来的 那个周葵的 这个这个府邸 现在里边盖大楼的 那个 没进去过 我没有去过 对 我绕他绕了一圈 他现在是什么 是那个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好像是 对对对 据说好多 好多领导们住在那 不对不是 你说的部队 是那个在那个 在那个在那个 在那个就是那个 庆王府 是不对 就是北京 那个 北京卫书区 北京卫书区 对对对 司令部在那个 对那个基本 李王府很明显 太大了 就是你 他得站好几条胡同 然后 那么一个 就后面还有 护照楼 还有三层楼 还有二层楼 因为 他那个墙就很高大了 可是盖的那个房子 还从 比墙还高 所以就 就对 那个完全我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样 那确实真的是进不去 好像我只听说过一个 也是在北京的 一个小孩 他说他 十几岁 因为他比人超还小 然后就说 他小的时候去过 爬墙去 还还还进去过 但我对里面 就完全没有概念 进不去 宗教局那个地方 我原来张 我原来宗教局以前 那是卫生部在那 卫生部完了 搬走了以后 后来那个 宗教局就搬到那个 就是那个纯清王府 就是松青林故居 边 松青林故居 大家应该去过 对 松青林故居 反正是纯清王府 能去的一部分 西花园 就是西花园 对 他也 对 而且他没怎么 就没怎么改造 除了给 就是松青林 新盖了一个 西市的小楼 他基本就保持了 这个 对 就那个纯清王府 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 那个纯清王府 就北京城 这是三个 纯清王府的第二个 等于还有一个 纯清王府 就纯清王南府 是在那个 现在的这个 音乐学院那 对 对 那个我没去过 但是我看网上 有人听 那个还保留了 一部分建筑在那 还可以去看 就那时候 他也进行了一个 附建 就是他 东路的建筑 附建了 然后那个 就是门口的 那个门 就是八字形隐蔽 是在音乐学院院内 所以就 就那个 就原来的大门 对吧 对对 而且那个门 特别漂亮 就是 其实你稍微 留意一下 就能找到 那个门很好看 就是 保存的比较完整 然后外面的一些建筑 后来又做过 什么少年工 活动中心 又怎么 但他 至少他恢复了 就把那个建筑 基本 虽然现在也都用作 他用 但他还是把那个规模 给附建出来了 对 就那还是属于比较有之 就有技可循的一个王府 就是 因为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 纯青王府 有人会问 哎 怎么那么多纯青王府 他这个 在北京吧 就要引入 就咱们刚才讲这个 要引入一个概念 就是 这个 在这个 满清的时候 有一个概念叫浅龙底 浅就是浅水的浅 龙就是龙王爷的龙 浅龙底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时候 咱们刚才讲的 北京的那个 就是 清朝那个 王不都封在北京城里吗 如果有时候 就是说 如果王 这个王后来又变成了皇帝了 这种现象在 在清朝发生过 又变成皇帝了以后 他原来的那个王府 就叫浅龙底 因为 就是原来好像有一条龙 浅伏在那 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能再 被任何人居住了 就得变成 就一个 寺庙 比方像那个 庵庙 对 对对对 对 比方像那个咱 对 庸和公 对啊 咱们大家都知道 庸和公原来就是 庸亲王府 就是庸正的这个 这个原来住的地方 那庸正后来变成皇帝以后 那地方就 就变成庸和公了 那么除了 就是清朝历史上 除了庸正以外呢 另外还有就 北京城的潜皇帝 就是纯亲王府 因为那个 同志死了以后 不是慈禧太后 后来选 对 先说同志 同志死了以后 对 同志死了以后 完了就是 因为为什么同 这个慈禧 选这个光绪呢 因为光绪实际上 是他外甥 是他等于是 慈禧的妹妹的小孩 妹妹的小孩 对 妹妹的小孩 完了 给选了当光绪皇帝 那光绪皇帝以后 那他们这个家 就等于又是变成 潜隆底 不能住了 这个家原来就是 刚才那个 竹子讲的 这个音乐学院的这地方 后来呢 就全家就搬到了 石刹海边上 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 现在的这个 宗教局的这个地方 就在那待着呢 后来光绪不又死了吗 光绪死了以后 后来前 那个慈禧在死以前 不又指定了 就是 光绪的弟弟的儿子 等于就是 溥仪是光绪的 弟弟的大儿子 完了 又给指定当皇帝了 结果后来 得 这下 他们家这地儿 又不能呆了 又要前楼 对 又又前楼 后来就要盖个 摄政王府 盖在这个 这个中南海边上 结果后来 这个王府还没盖完呢 后来就 清朝就完蛋了 后来等于就那个 那应该还 这个我不太清楚 现在还在不在 就是摄政王府 在这个中南海的西表 给宰封盖了 是吧 已经给收了 对 对 给宰封盖了 因为我看那个 他图档里面 显示他的那个设计 应该是三个 纯庆王府当中 规模最大的 就是他设计来说 对 对 因为他是 那个时候 他是摄政王 等于我儿子是皇帝 这个东西 在中国历史上 不太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我儿子当皇帝 我做这个摄政王 对吧 这个只有在 好像在这个 朝鲜历史上有过 这个就是那个 大院军 大院军不就是 那时候他儿子 当了那个高宗皇帝 他不是只是 像是什么 摄政王 但是这扯远 就是这个 纯庆王府 在北京的这个 就王府的历史上 也是挺特别的 一个地方 而且如果大家 有机会的话 比方说 你借个什么 由头到宗教局 办个事什么的 你还可以看见 好像里面 修得心赞赞 我是 十岩二小 你们谁进去过 没进去 就这些变形小学的 反倒特别难进去 十岩二小 你说是在那个 在那个就是 那个宣武门那边吗 就是客秦郡王 客秦郡王府 对 对对对 我知道 星空化街那个 对 星空化街 对对对 那个要是 学生家长 听我们的那个节目 可以进去 留意一下 对 开家长会的时候 对对对 家长能进去 其实这个 就是我们讲这个节目 当然也是给大家 听众一个挑战 就是有些王府 就除了这个 这个开放的 其他这个东西 都是属于这种 要有 比方说公安部的 那个地方 你怎么样能 才能进去看 但是 但是我在网 多大事的 但我搜了一下网 还真有好多人 都进去过 利用各种 这个 各种关系 和各种不同的时期 比如说我说 李王府 就是更早的时候 可能还真有可能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完全没可能 那个都核枪时代的 站岗 是吗 就对 公安部那个 我都没敢拍 我因为我们进去 是这个申报 是拍一个那个杯嘛 然后没说拍 但你知道 但你知道 有一个王府 是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是 最容易进去的 就是那个 呃 长阳门内的 那个福王府 不能了 原来是能进去 原来就是 原来因为他不是 一个朋友的关系 对 他那个门 我还进去过呢 社科院的什么 一个一个一个 什么出版社 什么挂了好多牌子 哎呀 挂了一堆牌子 什么 朵朵 老公和他 都在那工作过 我们仨一块进去过 对呀 你得有 那个就当时 我也想蹭一个 蹭一个朋友 然后结果他说 他被要那个 要搬 要搬去了 就是要搬走了 然后就阴差阳错的 就没试进去 后来就管得挺严的 因为那是 离我单位很近的嘛 我找一找照片 没准我还 还有 对 那个王府也算是 就是北京 现在保存的 比较完整的一个 对 里边建筑还都在 破破烂烂的 当时我进去 好几年了 对 但他保存的完整嘛 他如果被那些 单位都占了的话 有没有进行 他就用那老房子 什么 对 他就用老房子 他没有说 把那个房子拆了以后 再盖成什么什么什么 就基本上 就是他那 而且他的格局啊 什么都还 都还挺完整 他有几路 他中间那一路 是那个办公 完了旁边好像都是 都是居民像大杂院 是那样的 那个 那个就是住宅 对 那个还是比较容易 那个呢 那个王府吧 也有点故事的 这个就都跟那个什么呢 都跟就是 慈禧 还后面那个 就是那个 新有政变 就是什么 八顾名大臣 完了后来 那那慈禧 都跟那个 都跟那个有 有关系 就是 完了还有 这个王府呢 还跟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东丹 北极各三条吧 那个就是 是现在是叫什么 北京 北京青年 什么青年 什么花剧 凝聚王府 对 凝聚王府 对对对 就 其实凝聚王府 后来也叫 宜亲王府 对对对 对对 但是他 对他作为 这个文物申报的时候 然后是 是把他当郡王 就是 是郡王府 对 后来 那个地方好像也是还 可以 我反正进去看了一眼 当然你 因为他现在是那个 属于是一个 一个什么话剧团 一个排演厅 什么的 那个房子 对吧 对 就在北极阁 那个地方 那个是可以漏 漏个凉 可以稍微看一看 能在外面能看 然后他再不让你进去 看那个王府 我们就说和门口和大爷 大爷说 我和文物局的人来参观的时候进去过 就他也没什么机会进去 但是他他说里边就是 他们是里边内饰保存的比较完好的 说什么五爪龙啊 然后秀的就是那个 他那个天花是比较 就保存的比较好的 就没有被熏黑 就都很都很清晰 他他说过那个 我记得 因为因为刚才我们讲 就就从建筑个体来讲呢 他这些王府 基本都比较城市化的 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个性 不像就比方咱们讲过一些 比方什么制化司啊 什么他这个住院 他有些 他王府因为他有等级啊 有这个规制的要求 他基本都是比较 比较这个 这个标准的 那么有些可圈可点呢 就比方他 一些王府他有那个花园 就刚才我们讲到公王府有花园 纯青王府有花园 这些都是比较特别的 那么有些花园还是很不错的 比较公王府花园 对吧 这个算是这个什么 知道这北京少有的几个 这个除了皇家园林以外的 这四家园林里面 比较比较有特色的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王府 就是有时候就有些缅怀历史 就跟我刚才讲的 这个什么顾名八大臣的 这个就你看到这个王府 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当时的这个 这个晚清的一些历史 一些这个 这些就是有些这个 变化 对对 联想性的一些 跟刚才讲到的这个 这个有这个公王府 不是一直号称自己叫 一个什么公王府 一座公王府 半部 半部 清朝史 对对对对对 这当然也不为过了 因为的确这个公王府 掺扯到很多的这个清朝历史 如果再把这个这个什么 什么和珅的事情搞上 那这就不举半部 对啊 他确实 对 是 这个 所以这个 咱们回过来讲 就讲这个 因为 竹子你对这个公王府的这个 了解比较多 而且那个 咱们也知道的 孔老师也当这个公王府的 这个这个什么 我知道一点 公王府的这个 修复的一些 去意识挺有意思 我讲一听 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四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 是辅仁大学有一个 德国人 德国人叫古萨夫艾克 嗯 他是个德国人 对 他呢 你以前节目里讲过这个艾克 讲过 对 他还是 他还曾经是这个 营造学社的这个社员 他对中国的古代家具 特别情有多重 收藏了好多中国的古代的 这个就是家具 好久他还出了本书 就是四十年代就出了这本书 就是 就是中国古典家具的书 这书 如果四十年代那个版本的书 现在卖得非常贵 那么这个人呢 后来呢 娶了一个中国夫人 中国夫人呢 她的名字叫曾又和 这可能咱 我以前跟你们提过 就曾又和 她是个画 她是个画家 后来这个画家 就她呢 后来以后移居到美国 完了后来 晚年呢 后来退休 又回了中国 回了中国以后呢 她挺有意思 她不是那个 后来她的那个 丈夫不是收藏了好多中国的这个家具吗 她有一部分家具挺多 有一部分家具就没有一直留在中国 没有带出中国 后来 没有带出中国 这里面有一个机缘 就是她后来那些家具 好像脱了一个德国大使馆的人保存 就因为种种原因吧 这些家具是很神奇的 有一部分居然还一直保留到 现在 她后来回了中国以后 这批家具她还拿到了 后来公王府做了工作以后 她把这批家具后来就捐给了公王府 这个故事 那现在在公王府的什么地方呢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就是公王府和这批家具 后来就作为公王府的这个等于 公王府修复以后 不仅把建筑修 不要恢复成练吗 恢复成练 当然原来老照片的家具 不可能都还能找得到吗 可能这批家具 这批家具都是属于还是比较好的 比方说紫檀黄花梨之类 这属于比较比较这个重要家具 这批家具后来就等于就充实了 公王府的这个陈设了 等于就是因为 对因为你想要这广是个空房子 那大家看得多不太近 这肯定里面就要有 有些陈设 这个这个是我知道的 就是说因为公王府为了这个 最后复建以后陈列了 对外展出 他也不遗余力的 等于收集了很多 有关的文物吧 当然因为大部分文物 都刚才讲的 都被拍卖到世界各地去了 这批家具 当然不一定原来是公王府出来 但是现在等于是在 公王府的这个收藏里面 这个是我知道的一个有关 就修复公王府的一个 一个点 对因为我记得孔老师当时还指着 是延安店的那个那个陈列 说你看这也费了好大劲 把这个家具就说把它摆成 但是没有摆成原来的样子 说这个就不应该按照这个 他当时摆的那个样子 说像客厅一样 说实际上是分主位 次位 然后不应该是那么多椅子 我还 所以刚才我还在想 不是艾克的家具在那吗 很有可能 因为我具体 我没看过那个照片 艾克家具是 对如果有图路的话 其实艾克可以对出来 现在是在哪个地方 对 反正不容易 因为这些家具要再收齐了 你这个 你想哪件家具 这种尤其是这个 这个古典家具 也都是价格不菲的 这个价格 所以公安府 要把这些东西都在那 把它弄全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流失的太多了 因为北京的那个 其实 其实北京你知道 在那个就二三十年代 不是北京琉璃厂那边 古玩行业 特别这个兴盛 对 在北城 迪安门一线 对 其实大部分都是 王府流出来的东西 比这个宫廷流出来的东西还多 多 对吧 确实因为王府的后代 后来就是没什么生活来源了 然后只能靠卖这个 他们又没有别的 有产权的东西 对 因为宫廷 因为那个溥仪最多 也就偷点画什么的 后来那个 其他那些东西 后来故宫不都 基本上还都 保存下来了吧 可能 或者在王府 对 他赶出去很突然 他之前也不可能把这个 家具啊 系这些东西 对 系软什么都不可能 对 所以王府基本上都一座座 后来都被弄空了 就是 就 就 就 从头 家具都卖 对 都卖干净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就是 请你想想看 这些王府加在一起的东西 可能不见得比 故宫的东西少 对啊 因为在北京 不是在北京 在西方的好多博物馆里 有好多这种 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家具 陈设 也好多 我怀疑可能 那时候都是从王府里流出来 就是好多 各种各样的文物 这些东西 但包括 有些王府的东西 也都是从宫廷里流 就跟刚才讲的这些绘画 可能原来都是宫里的 内府的收藏 完了后来通过皇帝 搬赐给这个 他的兄弟呀 什么这些 完了就都跑到王府里 王府完了再卖 卖到这个私人的这个手里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要值得一提的一个 就是那个 就被 被就是那个 卖掉的那个画 有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 也是由这个 说是由这个 公王府里卖出来 就是那个 那个历代帝王图 历代帝王图 说是也是这个赏赐给了 给了那个 后来是通过这个 王府 是通过这个 谁呀 这个历代帝王图跟那个 就是那个 包括那个就是张伯鞠买的 那个平复贴 一样 也是通过王府想卖 这个 后来 平复贴后来被张伯鞠 给买下来了 买回去了 对 但那个就后来就 就失散到这个 就被 被人家卖到这个国外去 后来就是 这个反正就 这个故事反正就是 就是很多这样的 这种流传 你要看那个 看那个什么 琉璃厂故事 有很多 还有一些什么 王府的管家 完了跟人串通以后 在琉璃厂开古玩店 开了古玩店以后 完了就是 见手自盗了 反正就卖啊 什么弄啊 这反正特别多 这样的这种 这种各种各样的 这种传奇故事吧 都是跟那个王府有关系 我听的那个 就是书画的故事 有意思就是 刚才你说的这个平复贴 就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那个房子 不叫西路 叫西进斋吗 为什么叫西进斋 就是因为 是根据他收藏 这个平复贴 但这个平复贴呢 实际上不是 皇上赐给他的 是他自己 使手段要来的 是 对 但而且那个时候 一心并没有 并没有 那个时候 在之前应该叫 庆仪堂 就之前是以这个名字 然后结果 结果他是在 光绪死了以后 然后他的小皇帝 当时是两个 就小孩是普 我就记不得 那个名字 他一直就说 哎呀你们都还小 我来保存 对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 他就等于是 从载质的那个府上 把这个平复贴 给拿过来 就我代为保存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并没有再 并没有换这个名字 一直到了 普伟的时候 他 他这个时候 就已经在 公王府待了20年了 就这个平复贴 他这个时候 就仿效以前 不是有收藏 平复贴的时候 都叫 什么 真进斋 或者这个进斋 那个进斋 然后他叫西进斋 意思是说 赐给我的 就混淆了一下历史 其实说别人 别人 对对 当时 对对对 顺过来的 这 这个 那现在这个房子 还在吗 在呀 现在在 就是 其实 这个刚才 我还有点存 就是说 和珅的东西 完全不在 可能也不是 一个是 他本来东路 就是那个公主府 就是 就是他的 女儿和俄妇的 这个就没改 就 就那个 就变成王府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一路 因为公主还在嘛 就没改 那他改的是 在西边的 那个和中路的 中路肯定 因为中路是 最体现礼仪的 就 就这样 故宫的这个中路 一样 他延殿啊 什么这些都得有 所以这个是 然后西路的这个 现在当时就 就是和珅 不是有20条 什么 几大罪状吗 一个就是在建筑上 建阅 那有一个建阅的 这个理由 就是这个房子 那时候叫庆一堂 那这个房子里面 是用了金丝楠木 然后 当时就是在修复的时候 他们还 就是还说 是不是就是用红木 家具不能 有这个金丝楠木 其实后来看 后面的隔断呀 就有点像 卷金斋 后面 它也是那种小隔断 然后 有 两层楼 那种 确实还真的是金丝楠 所以这个 按说 所以这个和珅的东西 可能当时也有 有保密 就有一些 有一些 它只是扩建 前龙时期的流到 那个时候 不太 不太 不太成问题 对啊 对啊 所以他 因为他西路 一般是生活区嘛 所以这些可能 就中路肯定是大肆 就是必须得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规定 按照制度来改 对对对 因为和珅的时候 不能说我建个银安店 所以这个是 应该还是有一些遗存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公安府里面 就是比较值得 这个大家 就是说 当然也是大家看的 肯定看的较多 就是他那个 花园那个 他花园那个戏 就是戏园子 戏楼 对 戏楼 对 这个也是等于就是说 之所以金句 后来就是说 为什么后来变成国粹 就是说 这跟这个晚清时期 就是 这些公子王孙 爱唱戏 爱看戏 有很大的 对对 比如说瓷戏 也爱看戏 什么的 就这些对于金句的 这个发扬 跟这个光大 起到很大作用 所以他们这个 不仅是这个公王府里面 有好几个这个 王府里面 都有这个 就是看戏的 这种戏台的 有的自己 还养戏班的呀 或者到外面去怎么样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金句 在北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变成这个 变成一个 一大 这个 这个 就像现在那 大家都在听流行歌曲 现在是大家在看金系 那也是 他们听的也是流行歌曲 也是邦子嘛 是吧 这晚清听不懂 昆腔了 开始听邦子 好像说 那个树秦王就特别 就细吃的那种 然后就是自己家养戏班 而且他自己还扮 经常还扮戏 就高级飘游 就去演 飘游都得能来两句 对 就这个是挺 那个什么的 对 这个是 其实等于也是 等于如果说是有王府文化的话 就说这个王府文化 对北京的这个 市井文化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 就是这个 戏源的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那个 他那个 现在那个 公王府那个花园 那个戏源的 有唱戏吗 有 每天都有表演 但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 给大家一个追忆的 我 我 我没有看 但我 我进去过 就是 就 怎么说呢 就表演吧 就有点像 比如 管会馆 那是那帮人 那还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精细 他就因为 他是给游客看的 所以第一呢 要短 然后第二要热闹 就是 他 你已经没有办法 回复 每天都演的一样 以前的 对 那他这个表演 是跟着门票走的 还是专门要再收集 单独 单独售票 而且他这戏楼挺有意思 他戏楼是 好像是 哎呀 很长 外面看是 三重的那种 卷棚式的那个 对对对 三个卷棚链的一起 很有气势 很漂亮的 那个细节 对 其实公王武 他里面 他里面那个彩画 也就是 就 你讲的 就像那子腾菩萨架 是那种 对对对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对那样的那个 对 那个是 原来是 等于是 他那个 但那规模 放在那个 他那个花园里 看着有点大 就是那个 哎 是 那一大房子 放在那 但是那是 这个公王府 花园一个特色的 一个建筑吧 对 别的王府 是不是还有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 就是现在还 现存 有没有这样的 这个戏楼 嗯 没有了 我想哪里有 没有 对 你刚才讲到 那个树王府 他原来是 嗯 他 对 后来他即使 他后来搬到 那个 他后来不是 老家被烧了 后来他不是 搬到 那个 船板 板桥 船板 对 对 那个那个是 是他流离失所 他回来房子已经 因为他原来房子 是在东郊明项 那回来以后 就就他就 就就就什么都没有 还还租过房子 最后那个 荣路吧 就把一个房子 说就让给他了 对 对 他在那也没闲着 就也仍然还是 就也有开戏啊 什么 这个还构建了很多 还买了好多西洋 因为他属于一个 洋派的那个人 所以他够了好多 这洋派的东西 哎 那那个竹子 那当年你做那个 王府选题的时候 你 你还有什么 有什么就是你印象深刻的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的 其实对我 一个是就是说 我走王府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我想 哎呦我得花好久 结果其实我们就花了一个礼拜 就把它都走了一遍 因为它太近了 就后来我才 我知道我做地图的时候 我才发现 其实就是 你们走了有多少 就我们把能进去的 因为我们要 要先要踩点嘛 就是看哪个地方能拍呀 可以拍呀 所以它有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呢 我发现其实也就是 就这几个王府 龚亲王 龚亲王府 然后纯王府 庆王府 还是我找了关系进去的 然后剩下的地方 基本就是你 要不就根本没法拍 就是我说的那个面目全非 大杂院 然后要么就是 已经变成各大机关的那种 不可进 不能进去任何那种 而且还都是有等级 像国家什么单位 还挺难找关系的 然后要批文 一个一个去批 就把它就没 就很难完成 所以就 这个感觉实际上 可参观的不多 就这样采访 我才觉得 龚王府和陈王府 是比较可贵的嘛 而且是比较完整的 那个案例 还有一个 我很大的一个感觉 其实他们就很近 你每天可能溜达溜达 就是一个王府 那时候我就想 你看我在意大利的时候 就是这两欧 那八个欧 就你在意大利 基本就暴走嘛 谁如果在罗马的话 其实基本在罗马参观 就基本都是暴走 然后你交这个门票 那个门票进去 我当时想 这王府要是一个地方 就咱即使没有 龚王府那么完整 但如果把它保存下来 能够就是 修整的差不多 它那种小园子 有的地方有很好的 比如庆王府里 就很好的秀楼 然后有那种游廊 就你能给大家 一个特别好的 能够感觉到以前 至少是民国 清末民初的那种 北京味道 王府的确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如果假如说 一个门票 就十块钱的话 那这不挺好的 一个一番体验嘛 但是就 就不可能 没有任何人 去有这个想法 因为它真的很近 就比如说你沿着石刹海 然后就二环之内 就比较密集 对对很密集 就你感觉 那个如果能保存下来 大概能够感觉到 各个王府的一个不同 就它虽然中间 是一样的 但可能这个在花园上 比较别出心裁一点 然后那个是在 比如说有西洋的 因为它也受了一些 西洋的影响 它现在就被已经改的 就比如纳王府 就已经是改成 私人会所 然后西施里面 它都改的非常的厉害 我看别人拍的 那个照片 就把它 好像我又恢复了 什么王公贵族 这种上流社会 但就你又是 宅院深深不可进 但实际上 它改的很奇怪 我看你们也拍 那个长远公园里 那个整体搬迁 对 那个我一直存疑 我就觉得 那个不是 那哪年新建起来 不是整体搬迁的 对我来说 就是新建 哪年新建的 那个是有 大家是有诟病的 那个可能基本上 就属于 不太属于 很尊重这个文物 拆迁颜色的一个 对 它原来就是 这个是 不是94年就拆了吧 然后哪年建 它那些东西说 堆在地方 堆了很长时间 完了 好像怎么又 大家都很有 对那个东西 原来就是等于 政协礼堂边上的一个 等于是 对啊 就是为了政协礼堂 所以把它拆了 对 盖新楼 对 这个是有点 还有 你知道 还有一个王府 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 那个单位的 那个医院 我们那个单位 那个就老保医院 是那个 就是石叉海医院 石叉海医院 不也占了 是个王府 当然那王府都没有 但那个花园还在 是那被子吗 这个是 不 那叫什么 什么 滚王府 叫什么 我有点 对 就在那个 因为也在后海 其实这个倒是 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人 因为那医院 是随便进的 那个 它这个旁边 它是一个花园还在 那个整个那个 就是王府的建筑 都就被医院给代替了 就是 你说的是 积水潭医院吗 对 说错 对 就是积水潭医院 那就是棍被子 积水潭医院 对 棍被子 那个花园的确不错 那个花园很 我觉得那个 那个医院的 那个病人挺幸福的 大家住院的时候 可以体会一下 对 起码有一个 你去想点新事 或者说 让你心情舒畅一下 因为那个 我那个 那个有水 就是在 对 他有水引进来 对 比较好 我去那 就是我手受伤 去看病 去转了一下 对啊 那是 挺幽静的 那一小块 非常小 居然医院 因为它那个骨科 最有名 和烧伤 对 北京里边 还有那个 那个北京那个 就是宽间的 那个 北京中医院 那也是个王府 那就是大公主府 是个 中医院也是 那不知道 老陆过那 那老陆过 那就公主 一个大公主府 就在那 说是原来那个 原来那个 就是溥仪被赶出来 不是那两个 太妃什么 被赶出来 一开始就住在 那个府 对对 两个老太太 啥也没有了 啥也没有了 对 两老太太 对 这个其实 就是如果大家 有愿意缅怀 这个遗迹 我觉得这个 是那个 鸡水潭医院 是一个地儿 可以去看 那个而且 也没啥难度 就可以进去 对 那也没啥难度 谁都能进去 对 那是一个 这个 比方还有这个 雍王府 就是雍和宫 也是大家 谁都 谁都可以进去的一个 但那已经 已经跟王府 一点都看不出来 变化太多了 对 对 那就根本就 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对 其他 你们想到的 超人 你想到还有什么 就是你 你进去过的吗 我进去过的 没什么了 就是那公安部 我外围 看了 好像还有一个 严主我问你 就是那个 原来西单那个 就是那个 劝业场后面的一片 那是不是也是个王府 就是那个 西单那个路口 往北 那是王府吗 那个就有一个 也有一个大片 那个老房子 那个就是在 就是在那个西单 那个西单路口 往北以后 往路东 原来是什么 民族大世界 什么的那个地方 有一批老房子 我不太清楚 那是不是王府 反正也 因为我知道西单那边 有那个就教育部 原来也是一个什么 王府的所在地 什么的 那个被那个平安大街改造 破成俩的 那是哪个来着 你有印象吗 就平安大街改造 就是在这个西 西城有一个 王府被 前后南北破成两个 对对对 也是一个单位站着 做地图都是有一个印象 那个你说的那个 好像是那个 是不是就是那个 叫那个 庄亲王府 什么的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 就说 对 庄亲王府是被 但是庄亲王府 什么都没有了 他不是因为那个改造 本身他也什么都没有了 就建什么 什么电包大了 我还建什么 那个 他本来就不省 什么 他不是被 他不是在这个改造过程中 被被破坏的 他是早就没了 还有一个是东城区 老干部中心 好像是个郡王府 但我进去了 我觉得也是完全全 全那个什么的 好像再进去的 里边那个院子 好像还有点意思 但外面的 我看都是新建 但是他也写什么 会员 什么这个员 那个员 还是以前的那个名称 但我看房子不像 不像 那你看 故宫新开放那些 就是像新建的 那是老的 对 是有一些 有一些 他现在有一些地方 他新建了大门 有的新建了什么 这个那个的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反正我觉得 要看就比较严肃的 恢复的 这个公王府 应该算是最好的 而且我觉得 看了一个公王府以后 就基本 王府的大概就是 如果你要再有兴趣的话 你当然可以这个 寻踪觅谷的去 找一些 我们刚才提到的 像什么福王府啊 什么 比方说什么 积水坛的这个 积水坛医院的花园 这些地方去看 网上 有 对 网上有 有些就是 当然不是说 听有 就是网上有些人 有这个兴趣的 他一个一个去找 完了完了 写在自己的博客里面 完了还精细对比 做很多研究 有这样的这个 很有兴趣的人 老北京网里面 就有这样的这个 这个人去做这种事情 对 我还和 我还和这些人打过交道 然后他们还带我去看王爷坟 就是基本对王府有兴趣的 对对对 然后就会 就会 就是也看坟 结果我才知道 我家附近 就静松那 就是宿王坟 就是 是吗 真的是 穿掉方子的爹啊 对就是 是是末代的那个 对 他有好 对他好几个那个宿王 但我门口这个好像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 这个地方实际上有两处 一个是 就是豪格 就第一代的那个 一个是 最早的宿王 对对 对 你讲的这个 其实等于又挖了一个坑 就我们讲到的这个 北京的王府 是他的洋宅 那讲到坟是他们的宴宅 那阴宅的 那那那范围范围很大了 那个范围真的很大 那个有些保存的还不错的 有些有些亲王的那个 那遍布的那更多 你想 他一个亲王可能就 几个亲王可以住一个阳宅 但每个亲王都有不同的阴宅 所以这个数量 数量比阳宅的数量要大得多 对 我我我说的静松这个 就是就是第一代宿王豪格的 然后还有他孙子的 嗯 对 这个 这个讲到王府的王府 王府坟的这个 咱们就就再再留一个 留一个坑 因为北京好多 对 因为好多北京的地名叫什么 八王坟 什么公主坟 什么坟 公主坟 对 都是这个王 就是就是他们这些 王亲贵族的这些坟墓 所以所以哎呀 我又想起一个 想起一个人来 就是冯其利先生 他对他实际上最就是他就刚开始是研究王王府和王爷坟那个什么据说那时候他还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然后去去看他应该是前年走他还在不在走了对他走的时候特别那个还还挺感慨的因为确实对对对对对因为因为他的确是就是那种就没逼就是完全是是初中文化吧还怎么但是就研究了他就没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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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刚开始研究明史后来研究清史然后又跟跟一些其实他的交往特别特别广然后人特别特别谦虚特别特别好我估计所有的那个这个坟党和王爷坟的这些迷友都都都可能都记得这个老爷子对对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严珠你刚才挤到这风气的老先生他有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书呢他就写呀他的他的出名就是大家都很熟就他写 叫清代王府清代王爷府类似这么样一个名字他写过这个书他后来又研究什么井盖还给我看那个就那个时候各种北京制造的或者是在就国外设计由中国制造的那个各种井盖我都没想出来有有那么我只在日本的时候注意过他们井盖设计的非常有趣结果他看他拍了大量的照片好几大后本就是就是用那种 小小小小相机效果就是效果不好但是你能你能看出来他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我就没有看到他这个结果集结成册呀什么就他就走了其实他他走得挺挺可惜的那挺遗憾那这个因为他有特别特别多的一手材料他写的很多他写了很多就是他和各种名人交往他不是为了因为那些是名人是因为都是他的师友 就他他和谁学青史啊他和谁去学名史他采访哪些人然后哪些人就就他和就和很多因为他研究这个和很多宗室的后裔的关系非常之紧密所以就就我觉得他走得特别遗憾因为他可能有很多东西别人不知道他是那种在历史档案上抄抄抄 然后做了好多笔记 我当时他对我每次约他然后他都好早到因为他中午他一定要在中午回去给他老妈妈做饭然后就你和他不能约很晚然后他经常比如说你约他八点他六点就出门了就这样我第一次让他等了一个多小时我都疯了因为我是按时到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有这个缘由我每次就说那就当然关键不要去别墅因为他住得也很近就方装那你听你这话他这个他年纪并不大了 他有肾病那倒是对对对还有白花病他对他病挺多的他年纪不大对遗憾很遗憾很多资料就这么带走了对一说起这个我就特别要纪念他一下网上接着可以找到很多就是你提到王府王爷粉肯定就要会有这个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借我们这个节目最后我觉得也忽然因为我们提起这个话头 王府啊我们只是也只是且潜尝则止就是只是起了个头其实对于北京这个那么多年老北京的这个历史我们涉足的也不是很多刚才讲到像这个竹子刚才提到这些都是有心人这些有心人是真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也希望就是听我们这讲座节目有很多可能这方面的有心人希望你们能够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能够积累起来吧能够能够能够怎么出版啊或者能够怎么样 不要把这些东西就就淹没掉了我觉得这太可惜了要贡献啊所以我想说就是我在寻宗那个王府的时候的第三个感慨就是就是这些王府只剩下甚至连房子都不见了然后有的是有房子但已经没有人了 我说的没有人了是说就就就你看不出任何这个地方有任何的王王府的气息就是让人想象不到比如说以前的那些历史风云那只有你真的去去对的时候 然后你比如说我因为我后来就去了旅顺然后对素王爷的事就比较在意一点然后发现哎呦他真的是颠沛流离啊然后其实包括比如传导方子他是在旅顺节的婚然后他那大河宾馆什么都去了你会发现那个历史就活起来了嗯就是就那个人他都是在历史中就像烟一样但实际上在当时人家是是是影响比如说甚至一个国运的 就就有有这么他有各种这个不知道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历史的枢纽但是就是所以我还再次遗憾我们当时如果把这些都留下来然后你坐在那个院子里坐在什么紫藤花下那也不是你能体会的感觉出来就对啊现在我要吐槽那个那个公王府的讲解为什么不能把它当成历史就老要细说的这个状态去去讲给游客听呢为什么不能正正经经 讲一个历史的讲一个历史然后让大家去真的进入一种缅怀的状态或者是一种一种一种重现古物真迹的那个那个那个意境当中去呢游客不需要了就游客需要的问题这就希望游客来听我们的节目对我也不是特别希望其实就是真正爱这件事的人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游客你看很多人不知道 故宫昨天做的这个宣传的就是说他提供APP是给你想给你体验宫廷生活给你体验这个皇帝梦这是中国普遍的一个游客的心态他看这个公王府也是一个贪官梦而已对我现在我特别痛苦的就是那么好一个而且我再去就是我们去谈那个鬼子六的时候以前在电影里或者怎么样 看的都是一直丑化他对就特丑化他可是可是我在看他的照片可是他要是当了皇帝的话中国的日子就不是今天这样了不是你就你就感觉你你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他临危受命然后又谈那么样一个合约带着一种屈辱和不甘他又是正好是年轻气盛就是就就你看清史咸丰完全是跟他老师用计谋这个当的皇帝 实际上比较有能力的就是公秦王 然后他做了那么多就包括我们说的李鸿章什么左宗棠曾国藩这些其实都都在他的这种忽悠之下或者在他的主张之下就做了很多洋务运动的尝试就做了很多改良什么这就是你才会觉得啊他是这样一个人然后你在想就比如说你在延安殿啊什么就这个想法完全都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大概放一放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大家就不去光去想那个多福多寿步步升官的那些那些东西了 当时吧这个去我去这个公安府好多次啊就是因为汤姆逊的照片里面有大量的公秦王 特别清晰因为他那个圆底片非常大嘛十一十四寸的大概是 然后他印的那公秦王的那个织件上的纹路都是清楚的 所以当时我我想去找这个公秦王就是汤姆逊当时在这个公安府里哪拍的呀 就是这个花园的这些假山能重合上的地方 其实没找到最后我估计还是重新叠过这石头 就是有一些修整就是跟原物区别很大了 如果跟那个故宫玉花园比的话 那个好像是公秦王的第一张照片吧 这不他穿着官服然后坐在椅子上 他挺年轻的好像是 后面是假山 187几年拍的是吧 汤姆逊我想想可能是186几年187几年拍的 如果六几年他就是刚上来嘛 对这是最早的因为是石板 后来都用干板拍了 那张眼睛里的内容特别多 因为他需要他需要在那做好久 所以我就说这个超人你刚才提到这个 跟竹子你刚才提到这个我觉得都挺重要 就是说这些历史遗迹 就是说我们花了大价钱修复以后应该办什么用 应该让人家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的确是需要大家来来来来思考 这个因为其实有很多历史的这个信息在里面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能够就说能够去掉那些庸俗的东西 把这个真正的这个好多我们觉得应该值得大家思考 跟反思的东西能够还原跟体现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把这些王府啊什么东西修好 或者咱们大家去探索这些王府 我觉得应该所体会到的一种意境吧 这是我们要我们要做和传承的吗 对啊所以所以那个所以做这个是还挺有意义的 就是说这个说这个王府这个经历两次的这种变故 这些人和事都颠沛流离 有一张照片我觉得特别说明问题 就是马克吕布 我们可能放在那个会员通讯里 马克吕布57年在北京街头拍的一个最后一个贵族 你们有印象吗 就是一个老太太穿着这个一个黑色的大衣 然后领子是白色的狐狸毛 拿着一根烟 对那张照片特别说明问题 就是这些人的好日子再彻底没了 这个这方面反正那个信息也比较少 因为因为那个好像这些人写的回忆录啊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这个也就公布于事的也比较少 就跟你讲了好多东西都淹没了以后也没有发表 所以大家这个能够有可能的话尽多的把它给发掘出来 不一定出版放在网上也可以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或者一些 对 我还记得是经济水吧 是是那个也就是他他写过王府实录 就生活实录 那个挺有意思 就是说过年怎么过 然后吃饭怎么吃 什么时候就就就是 既是有那种特别迂府的规制 然后也有他们怎么娱乐生活呀那些 包括前一段时间 就前几天在这个什么微信朋友圈上传 那一段老北京最早的视频 默片的 就是记录了一些王府门口 大家怎么打招呼 就是里边都是比如王府里的这当差的人 或者是什么这些 这个仆役啊这些人 见面怎么打招呼 怎么行礼什么的 挺有意思的 对包括我当时不是我 我因为我当时约请的作者 就是就是 叶和那拉市 但那不是近情啊 就比较远的 然后他就他就说 他他最感慨的说 说大家老以为老北京怎么着 然后现在他们说的那个北京话 那都不是 就是说那都是特别被受我们比喻的 那种胡同串子的话 就就现在什么一学各种耳化音啊 什么学的那些 他他他就说 这都胡同串子 我们这我们老北京人才不那么说话呢 然后他还提了一个细节 是因为我和他吃饭发现的 他就从小就被教育吃饭 东西只能拿一个 比如说吃饺子只能一个 一次只能拿一个 不是端个盘子 我多乘几个 或者是从来不会把筷子举到 一个胳膊那么长去那什么 他只吃眼前的东西 就是他有好多那种 礼仪方面的那些细节 包括怎么讲话什么这些 就也也也挺有 挺耐人寻味的 因为现在几乎没有像女子礼仪教育的这种 就除非你去上这个课呀 怎么讲话 当时当时像当时我还感慨了一下 因为我们这实在就是 就觉得自己特村基 就就教养这件事 可能需要几代人去完成 那么这一期的陛下观就到此结束 感谢收听 我们的节目每周上线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在bhia观.com 可以找到与每期节目内容有关的链接 供大家按图索记 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知乎专栏 关注陛下观 我们非常欢迎您以各种形式 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反馈 如果您喜欢发邮件 我们的邮箱是 bhia观atipn.li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观的会员支付 支持我们将陛下观贯彻到底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bhia观.com 斜杠member 同时也欢迎收听 IPN播客网络旗下的其他节目 一天世界 未知到博物质 内核恐慌 胎一来了 流行通信 影像和无次元 我们下周见